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媒体猜测这造型看上去很像是无线充电线圈 似乎在暗示新品会在无线充电方面有所升级 那关于本次发布会要发布的新品关注度最高的 自然是传言了许久的三款全新的iPhone了 整体来看即将延续现款iPhone X的设计 有5.8、6.1和6.5英寸三种不同的屏幕规格 其中5.8和6.5英寸的版本为OLED屏幕是上一代iPhone X的继任者 而6.1英寸的版本则会采用LCD显示屏以廉价版iPhone X的身份登场 并且有望支持双卡双代货功能 那除了全新的iPhone之外 苹果还有望对Apple Watch、MacBook Air以及AirPods等产品进行更新 所以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钱包里的银子 够不够买下苹果的新品大铝包了 每年在新款iPhone发布之后 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说这iPhone太贵了买不起买不起 可对于这件事股神巴菲特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最近又买了一点苹果的股票 之所以投资苹果是因为其品牌和生态系统的力量 而不是其短期的财务业绩 巴菲特称目前有数以亿计的人 他们实际上是靠iPhone生活的 你无法阻止iPhone成为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苹果的实际估值存在于消费者与苹果公司的深度关联里 对用户来说相比iPhone的用途 iPhone的价格明显偏低 巴菲特甚至建议苹果对iPhone进行涨价 但前提是苹果需要抓住人们的需求 那么各位你觉得iPhone贵吗 它又是否成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呢 时隔两年在麒麟980发布之前 荣耀却率先送出了关于荣耀Magic 2的缺解消息 据荣耀官方介绍 荣耀Magic 2将会在全面屏设计上实现新的跨越 配备全新的Magic Slide魔法全面屏 不仅可以带来近乎百分之百的屏感比 还能带来更优秀的使用体验 而在配置方面 荣耀Magic 2将会搭载麒麟980中一届 该新面是基于台积电7nm工艺打造 是全球首款商用7nm工艺的移动SoC CPU GPU性能提升的同时 功耗和面积却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 同时独立的NPU AI单元 也有望进化至第二代 让你手机变得更加懂你 而在充电速度方面 荣耀Magic 2将支持最高40W的全新超级快充 荣耀表示 虽然在技术上做到50W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考虑到安全问题 40W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就目前来看 荣耀Magic 2还是一个概念性的产品 但赵明表示 该机会很快量产 而且是大规模量产感觉小伙伴过反关注一下 在荣耀亮出Magic 2之后 小米方面似乎有点坐不住了 林明直接在微博上放出了一张 小米尚未发布的新机照片 并配文对不起撞脸了 我们10月发布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 据了解 该机未来朋友可能会以小米MIX 3的身份登场 图中可以看到 其整体采用了类似滑屏式的设计 近乎100%的屏占品 看上去非常的惊艳 滑开后可以看到 其顶部似乎采用了前置的双上头设计 而在配置方面按照发布时间来看855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应该会继续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该机最快会在10月底正式开卖 你有兴趣来一台吗 在刘海评当道的时候 魅族坚持无刘海的设计 刚刚发布不久的魅族16也确实收获了不少人的追捧 现在荣耀和小米都纷纷亮出了杀手锏 展示了全新的滑屏手机 在一旁的魅族貌似是有点尴尬 而在网友们纷纷高喊滑盖真香的时候 黄章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滑个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倒退的设计 抛开复杂机械带来的麻烦 要么手机厚得像砖头 要么拍照成像质量大减 就为了中看不中用的噱头 营销大师才会干的事 而不是产品工程设计师 这样看来魅族短期内应该是不会跟风滑屏设计了 那么下一代的魅族新机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设计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赞马关注微调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